2025年的5月29日 马斯克发表了题为 迈向多星球生命之路的演讲 宣布星剑将于2026年底出征火星 然而呢 至2025年至今 星剑的三次是非三次陨落 火星之门似乎仍然牢不可破 那么星剑登陆火星难在哪里呢 星剑的是非进度又如何 2026年真的能如期开启火星之旅吗 Louis 带你一个视频 看清这场人类打开星际未来的尝试 首先有人可能会产生疑惑 早在1975年 人类就成功让海盗一号探测器登陆火星 难道如今的技术水平还不如50年前吗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星剑的使命 与过往的探测任务不同 星剑的目标并非简单的登陆火星 而是要开启人类跨星球移民的新时代 为了支撑大规模人员和物资的往返运输 SpaceX构想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可完全重复使用的两极重型运载火箭系统 整个系统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上段是星剑飞船的本体 也是未来人类通往火星的太空列车 承担所有成员与货物的运输任务 下段则是名为超级重Super Heavy的助推器 负责将整艘星剑推送到约80公里的压轨道高度 之后两者分离 星剑靠自身的动力继续飞往更遥远的升空 助推器则返回发射台进行回收 纵观这一结构设计 有两个词可以精准地概括 大以及可复用 我们先来说说大 星剑真的是非常大 这不仅仅是尺寸上的大 更是人类航天史上前所未有的体量突破 但是星剑飞船本体就高达50米 加满燃料后的总重量可达1300吨 而负责将它送上天的超级重型助推器 更是高达70米 满载燃料重达3900吨 两者组合在一起 整套系统高达120米 总重量超过5000吨 相当于一座40层楼高的钢铁巨塔 处立在地球与太空的边界线上 不让你更直观地感受它的庞大 这里有一张不同火箭尺寸的对比图 在星剑的面前 人类过去所有制造的火线都显得渺小 而庞大的体积换来的是惊人的运力 以NASA2020年将毅力号火星车 送入太空的ATLAS5号火箭为例 它的近地轨道运力为10到18吨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力仅有5到9吨 而毅力号本身也不过重1吨而已 相比之下星剑在可复用模式下的 近地轨道运力就达到了200吨 即便是送入更远的同步轨道 也能轻松承载超过100吨的货物 如果完全不考虑回收 星剑的最大近地轨道运力 甚至可以达到惊人的400吨 是ATLAS5号的20到70倍 这不仅仅是一次参数的跃迁 更是一次让人类真正运送文明到万星的能力飞跃 在接下来画面中 你还可以直观地看到星剑内部空间的对比图 感受这些钢铁巨兽能容纳的不只是设备和补给 更是人类殖民火星的所有想象力 你也许会认为如此庞大的星剑造价必来高 但事实上必非如此 有研究机构调查显示 目前一整套星剑的制造成本约为9000万美元 相比之下 美国在几十年前用于登月的土星5号火箭 其单次制造成本就高达12亿美元 更令人期待的是 星剑未来通过规模化生产和重复使用 有望将每次发射的成本降低到200万美元以内 因此可重复使用 正是星剑最核心的技术特征之一 期间为止 人类还未曾制造出任何一枚 能够在如此体量下实现完整回收的火箭 星剑的可复用不只是节省成本的技术革新 更是一种对航天哲学的颠覆 想象一下 在距地面约80公里的高空 让一座70米高 重达数千吨的摩天大楼 以数倍的因素自由落体 然后再让它在地球引力的拥抱中 稳稳的垂直降落 甚至精准的落回发射塔 并被巨型机械臂接住 也就是俗称的筷子加火箭 这对飞行器的姿态控制 推进系统的节奏 导航与制导的精度等方面 提出了接近固理极限的挑战 稍有偏差 就是毁灭性的坠落 而如果说助推器的回收 是困难模式 那么星剑本体的回收 就是一场彻底的噩梦难度挑战 哪怕仅仅是从近地轨道返回 星剑与空气剧烈摩擦所产生的高温 足以将金属融化 而在这个过程中 星剑需要采用极具风险的 腹部滑翔姿态 向一位空中舞者 侧身切入打击层 借助空气阻力减速 再在合适的时机翻身 拉直 垂直着陆 一切都必须精准自秒自米 否则结局只有一个 解体爆炸 而这仅仅是近地轨道返回地球 如果我们再将目光放到火星 事情将变得更加严峻 火星大气稀薄 地面无限程发射塔 无可靠的着陆平台 即便星剑成功着陆不倒 它要如何再次起飞 重返地球呢 由于星剑在降落火星过程中 以几乎耗尽的燃料 若想返航唯一的办法 就在火星上就地制造燃料 马斯特提出的设想 是在火星大气中提取二氧化碳 结合地下的水冰 通过萨巴蒂尔反应 合成甲烷与氧气 作为回程的燃料 在地球上的实验室里 这种化学反应当然是可能的 但在寒冷 干燥 无电 无风的火星荒原上 重建工业体系 从零开始炼制火箭燃料 这个想法呢 更像是一场科学与科幻之间的角力 纵使前路荆棘重生 马斯特与SpaceX始终怀揣着星辰大海的信念 执着地踏上这条人类 从未涉足的星际之路 自2023年4月以来 SpaceX已进行了9次新年试飞 每一次的升空与坠落 都像是在刀锋上书写未来 在这9次试飞中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包含第一次到第四次的试飞 这一阶段的任务是验证火箭本体的结构 以及星际的宇宙推机的分离能力 目标并不在于返航 而是要确保两者能顺利的升空 分离 并最终安全坠落自定的海域 前三次试飞 接连失利 火箭不是中途爆炸 便是失控坠落 在2024年的6月6日 星际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在第四次试飞中 飞船虽在载入大气沉时 前进亦因过热疑似受损 但整体飞行过程稳定 成功坠入印度洋 出推器方面 尽管发动机点火出现波折 最终冷暗计划落入墨西哥湾 标志着星际体系的第一次完整闭缓飞行 第二阶段包含第五到第六次试飞 如果说第一阶段是能飞起来 那么第二阶段的目标就是能回来 注推器的垂直回收测试 在这里首次登场 BaseX也第一次在工作面前 展示了那个令人惊叹的操作 用巨型的机械臂筷子夹住火箭 将高速返回的注推器稳稳地接住 这个堪称现实版科幻的动作 在第五次试飞中首次成功 与此同时 新建本体并未尝试回收 测试的重点集中在 对格勒系统和气动静翼的赶进验证上 为后续的飞行积累了关键的数据 第三个阶段包含今年以来的第七到第九次试飞 这一次SpaceX不再满足于升空与分离 它们将目标指向了释放有效载荷 与完整的回收飞船 在这一阶段 第一段的新建正式退役 全新的第二代新建登场 它们在格勒材料 结构强度等方面 做了全面的优化 理论上应该更强更稳更可靠 然而现实再一次显得冷酷 从第七次到第九次试飞 三艘第二代新建全部在飞行过程中空中解体 尚未来得及释放模拟载荷 更无法验证回收的能力 助推器的表现也不能称之为理想 第七第八次试飞时 它们虽成功的降落发射塔 然而在第九次试飞中 SpaceX首次尝试重复使用第七次的助推器 意图验证其复用的能力 结果这枚助推器在反程的初期 便发生了爆炸 宣告这次复用尝试的失败 从迄今为止的九次试飞来看 新建仍然处于迈出地球大门 与禁地轨道回收测试的初级阶段 那些对于火星往返 至关重要的核心技术难题 如禁地轨道加注燃料 或慢转移轨道变轨 火星原地燃料生产 以及无需助推器的火星起飞等等 都尚未被真正的触及 因此若以实现火星往返 并完成新建回收为目标来看 新建当前的进度 大概只达到了约10% 但这绝不意味着 2026年新建无法实现 首次的火星发射 事实上 马斯克对此困难 有着清晰的认知和前瞻性的规划 在他的蓝图中 每一个约26个月的火星发射窗口 都是人类迈向星际殖民的关键节点 他细致地设计了未来10年 分布实现人类火星殖民的壮阔旅途 第一步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11月火星发射窗口 马斯克计划发射5艘新建 搭载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及少量的必要设备 主要的目的就是验证星建到达火星 及从火星安全着陆的能力 在这一步成功之后 到2029年的发射窗口 马斯克计划增加星建班次到20艘 带上更多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并确认火星是否有制造卵料的原材料 在火星当地开辟出一块适合星建着陆的区域 也是在这一次假如条件满足 星建会搭载少量的人类踏上旅途 到2031年 马斯克计划将进一步把发射星建的数目增加到100艘 并且在火星开始采集资源 生产燃料 铺设道路 发射台和人类的栖息地 同时也增加了发电厂和储存设施 最后到2033年 可能会有500艘星建发往火星 届时拥有充足物资与设施的火星 将形成一套自给自足的系统 正式成为人类的殖民地 从这份宏伟蓝图中可以看出 2026年的首次火星发射 并不依赖星建往返回收的成功 换句话说 星建2026年发射 更像是一次开拓性的验证 重点在于证明星建能否顺利抵达 并登陆火星 由于地球到火星的旅程高达6个月 恐怕我们也只能在2027年年中 才能知道星建是否完成他的使命了 当然了 我们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在发射日期上 马斯克也是出了名的爱防鸽子 经常关注老马言论的同学 想必知道 他在2016年就提出过 要在2018年登陆火星 此后更是年年被打脸 他被打脸的历史 如今都可以出一个核定本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星建仍是当今人类登陆火星 最有希望的飞船 他的背后是一支不断在失败中 萃火前行的工程团队 一次重构希望将航空技术 推向未知的边界 如今 马斯克 舰离政坛的喧嚣 将重新回到他最初的梦想之地 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星建项目上来 希望他和SpaceX的工程师们 能从最近三次的失败中汲取经验 继续踏出坚实的步伐 终有一天引领人类走向那片陌生的路 最神秘的是头顶的星空 最动能的是人类不具未来的勇气 当我们看到Quiz成功加注火界的瞬间 心中的震撼超越了火界 那一刻 我们不再是中国人 不再是美国人 我们有了共党的名称 地球人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感谢大家收看路易斯科技满聊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